接著就到這個了 四條線 4C2應該有六個膠點 第一個先不要弄得那麼複雜 它叫做x小個等於21 這樣的話 其實找三個膠點都不太難 例如1x2 1x2 x代21 21-35就是-14 但是這個是-y 所以它應該叫做-14 21-15就是-14 搬回來變成-14 但是這個是-y 所以-y等於14 所以y是-14才對 接著到1x 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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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K? 那x代21 21-91就是-70 搬回來變成-70 除回5 所以就會有5 14 就是-1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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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 所以用Program 1-1x1 記得把-35搬回來這邊 那裡面是-35 15-91 出來答案是-133 over 3 28 over 3 2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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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4也是直線方程 所以就會有- Program 1-1-35 3-2-0 出來答案是-14-21 最後3x4 3x4 又是用Program 1-1-5-91-3-2-0 出來答案是-14和21 那他今天就問了 以下這個 5x加6y加2-34 最小值是甚麼 那其實你問我最小值的話 那其實我們的意思就是 實際上來說 我們的x和y 應該是有那麼小得那麼小 愈好的 所以有那麼小得那麼小 愈好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其實如果你本身兩個都是正數的時候 那個機會就微一點 那所以不如我就代了 代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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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吧 好 那我們就看看 算了 都是逐個袋 那不如給它一個名字 紅色筆 這個 這個 左標叫做1 2 3 4 5 6 OK 那你考試的時候 不需要好像我記錄那麼多東西 所以你應該都會計得快一點 那麼我們用程式筆做剩下的部分 好了 那接著它就會說是 5乘21加6乘14加234 出來答案是255 接著 5乘5加6乘14加234 出來答案是343 第三個了 第四個了 5乘21加6乘31.5加234 出來答案是150 好了 第四個了 那第四個了 那就是5乘133除3加6乘28除3加234 出來答案是511.7 然後第五個了 第四個了 5乘14加6乘21加234 出來答案是178 最後了 5乘14加6乘21加234 出來答案是290 OK 那最小是誰 最小是150 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BOY 答案呢 就會是BOY 好 那你會看到 150錯了 對了 150是錯的 OK 150是錯的 我想問為什麼呢 對了 你會看到150 喂150 那我們用回 用回這個值 為什麼會錯呢 那如果錯的原因 那你會很自然明白到 就是 他呢 應該就拿不到這點的 OK 他應該是拿不到這點的 那為什麼會拿不到這點的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你把他代上去 我們的 我們的 第三條色那裡 那你會發現什麼呢 就是 21加50 負31.5 減91 出來答案是負數 但當了第二條色的話 21-負31.5 減35 出一個正數給你的 OK 那你可能會問 喂 那 不是一定是對的嗎 為什麼會錯的 那其實呢 你要看回 剛剛 1x2的時候 1x2 我們說 當21 OK 當x是21的時候 我們會說 y什麼時候 當x是21的時候 然後 y應該要等於-14 那他才會小 等於0 OK 那如果當我們的y不斷地升的時候 不斷地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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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14 跌了到-31.5的時候 那就是說 那值是小了 是不是 那值小了 但是 你現在在減它 你減一個小一點的值 那數是否會大了 那所以 實際上來說 這個值你是拿不到的 OK 那所以這個方法 是不是會有不斷的 是會有不斷的 那所以 記住小心點 W2018 就最伏的 OK 那所以 在剩下的答案 就會是什麼 剩下的答案 就會是178 是最大的 最小的 OK 那所以 其實你用這個代點的方法的時候 然後呢 Make sure 你計出來的六個座標 實際上來說 你是要 檢查一下 究竟它是否合適 我們這四個答案 對不起 這四個答案 OK 那你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那你可能會問 那我是不是 其實都是要計算它之後 才代的 就不是的 你計算完最小值出來 然後再代上去 看看是不是四個都對 這樣就OK了 那就是不需要計算出來的 就是這樣 那所以記得 那個remark 就是 代點可以不可以 但是 check OK check 就是這樣